歡迎光臨 11點 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 不上桌 厲害啦 OMG 上次我們推出特殊職業 引起熱烈的迴響 收視爆高 網路的點閱更是一飛衝天 所以我們食嘴滋味 欲罷不能 再接再厲 我們這一回改成 一般人聽到 成人產業通常都會覺得害羞 或是避而不談 但是現在社會越來越開放 很多人都開始討論成人產業 沒錯 我們常講說 大家都說成年人 需要紓壓 有相關的需求 如果沒有這樣的產業 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了 是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 就是要來跟我們討論 他們的一些特殊的一些 工作環境 來 什麼樣的成人產業 比一個來頭還大 歡迎第一位Sally Q 情緒用品店老闆八年 同時也是AV的編劇 然後下一位是Gin 好 令人尊敬的首天使 這個長達七年的時間 秘書 好 神父表演者六年 雷蒙 他是男模 但不是伊林凱文的男模 是男模會館的男模 好 接下來我們這邊也不得了了 我們這個線上社會記者 香香 我的老搭檔 身具革命情感 從十八歲認識到現在的 鄭家純 家純 哈囉 有嗎 我今年才三十歲 十八歲就認識 對啊 我們要一起組織 沒有 瑞德哥更是來頭不小 對 這個算是政論節目 第一把交以收視保證 社會觀察家王瑞德 瑞德哥 大家好 瑞德哥 我們的來賓都是有接觸過 特殊的職業 是 人也有出過自己的產品 有的我也買了 像我們家純的飛機杯 個人也高官了一箱 是嗎 真的嗎 很好用 謝謝 妳想說已婚人士 為什麼還需要這個 告訴大家 為什麼已婚人士也需要飛機杯 就像我們平時吃飯 你有時候會想要吃法式大餐 有時候想要吃火鍋 吃到飽 有時候你就想要吃個簡單的 就是自助餐 稍微點個幾樣 然後自己吃得很開心 再來情慾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時候你光是想著 我今天很累 然後我還要從前戲開始 幾頭 對 很累 勞民傷財 對 我們如何有效率地 達成我們的目標 其實可以靠 例如飛機杯這樣的情緒用品 我們就可以很快地 去達到發洩的效果 這個妳有聽懂嗎 對 有些時候我們要吃全餐 沒錯 我牙口無液 有些時候我們只想簡單 吃個炒麵就好 是 那妳身心靈的情況之下 可能 或者時間的限制 妳可能只有五分鐘 十分鐘 不同的選擇 對 那個時候吃不了全餐 可是又有那個紓壓的需求 所以飛機杯就應運而生 相信這件事 瑞德哥一定有同感 不是啦 那個是 得來術的概念 對 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那家純當時是什麼 淵遠會接觸到 飛機杯這個事情 最開始是 主持性教育的節目 然後就接觸到很多的情緒用品 就發現說 我認為她應該要被大家 認同為是日常用品 讓大家可以用正常化的眼光 去看待 來去宣傳這件事情 然後順便幫大家做性教育 在座的女性 不曉得飛機杯長什麼樣子 總之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 它就是一個杯子 那裡面那個材質 通常就是矽膠類的 TPE 然後中間當然會開一個小縫 就模擬女生的那個部位的樣子 那根據小鐘 因為她算是飛機杯達人的描述 對 她真的常常講 她說男生一旦用過飛機杯以後 會不去了 因為女生那個是自然的肌肉組織 或者膠原蛋白 她沒有辦法像人工製造出來的 這麼 緊實 還有那樣的一個皺摺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飛機杯 真的是小鐘哥還有玉琳哥 這邊 小鐘哥而已 沒有玉琳哥 沒有 我說你們兩個 你們會討論 我才知道說飛機杯 自從你講了飛機杯之後 我不是之前跟閨蜜去日本 去京都 然後我們在逛 女生都喜歡逛藥妝店 然後突然間就看到一面牆 全部是賣飛機杯 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我們就四個媽媽這樣 面對牆壁 我說這個 就是他們所口中的飛機杯 飛機杯一定要買正牌的 正品的 像家純出品的這種 為什麼一定要買正版的 她那個TPE的材質有差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單純的謝玉之外 如果有些男生 他很容易在跟異性接觸的時候 很緊張 可能三分鐘以內 就不小心出來的話 其實他更應該要用飛機杯自尾 因為他要知道說 女性的那邊的構造 大概感覺起來是如何 讓他真的爭槍實戰去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快的腳線 莎莉 妳有在賣飛機杯嗎 一杯多少錢 從幾百塊 就是四 五百塊 然後到三千多的都有 一分錢一分貨對不對 對 越貴的越能怎樣 越貴就越有感覺 越像真人 就跟我們跟真人喝茶一樣 不同價碼會有不同的享受 好 來 那我們剛好瑞德哥他見多識廣 也要請瑞德哥來跟我們分享 接觸過的特殊職業的經驗 對 沒錯 因為我跟沈玉琳認識很久了 所以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不用假道學了 對 我今年六十歲 我十七歲 開始在調通區鬼混 那我後來當了社會記者 我到目前為止 大概快要三十五年以上了 所以我幾乎也都在特種行業裡面 酒店 酒家 舞廳 然後阿公店這些 我朋友開摸摸茶 還開五月牛郎店 所以我都在這種轄區裡面 對記者來講算是田野調查 對 差不多 我講酒店好了 很多人都講這種故事 都說是朋友帶去的對不對 都朋友 不是 我講自己的故事 所以你是帶朋友去的 我個人的個性比較忠厚內向 所以我不太喜歡去這種地方 但是我為了採訪 所以這三十四十年來 我去了大概五百多次 大概五百多次 不喜歡去還去五百多次 我不喜歡去 你已經把人家下輩子的額度 都用完了 我為了工作 我為了朋友 你知道嗎 因為黑白兩道 你看竹田邦 四海邦 天道門這些好朋友 我都是在裡面認識的 所以這樣三天就要去一次 一個禮拜 你不能這樣算 你數學好好 一個晚上可能就要 算六床 我最多要算算到七床 所以我常講那句名言 哪個女人沒有過去 哪個男人沒有去過 對 你就知道我多辛苦 你知道嗎 因為你新聞從哪裡來 社會記者 等一下我們這邊有社會記者 社會記者的新聞來源 不是像你想要那麼簡單說 警察 在華局 隨便問一問就有的 你還有黑道 還有很多的管道要去查證 是要在裡面就是繳禍繳禍 拔軟 叫拔軟 行話就是 你要跟他們去拔軟就對了 然後拔軟那麼多 但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 一個酒店小姐 她的花名叫 藍陵 藍陵巨黃的藍陵 藍陵 名字取得真典雅 因為我們台北市有一個 金色年代 我們有個年代系列的 不是電視台 是年代系列的酒店 金色年代 風雲年代 跟鑽石年代 她的小姐號稱就是 沒有一個小姐可以上床 因為這樣她才有價值 不管你砸上一千萬 兩千萬 她就不會陪你上床 所以男人就很奇怪 男人很賤 為什麼 因為沒辦法上床 她又要想辦法 心裡面癢癢 她一定要砸到 砸到能夠上床 結果我到有一天 剛好有一個黑社會大哥 50歲的生日 然後那一天就散散到 風雲年代 我就進到風雲年代 抬頭一看那個跑馬燈 三怪王 我要她 我沒有見過 我一定要她 因為她能夠年度 月度 跟本週最高一定有她 一定長得非常漂亮 一定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等了整整兩個半小時 她才進來 她進來的時候 什麼樣子 門一推開 門一推開 我很失望 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怎麼了 為什麼這麼紅 我想像中應該是比林志玲 漂亮十倍 對不對 然後風情萬種 然後一眼讓人家 啵啵這樣子 就進來也是長得很漂亮 但是就是很清秀 就很清秀這樣進來 我心裡想說她這樣 為什麼可以得到 這麼多男人的青睞 對 她坐我旁邊 一樣 跟我自我介紹 然後我們大家這樣 十分鐘之後 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為什麼 十分鐘之後 我跟她才認識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不管我想要做什麼 她都知道 我左手動一下 右手動一下 她都知道我要幹嘛 我左手動一下 我那時候還沒記憶 左手動一下 她憶已經幫我點好了 憶就夾在你的 已經點好了 紙頭中間 然後右手動一下 我想吃東西 桌上滿滿的都是東西 她不僅幫我夾 她還知道我要吃什麼東西 厲害吧 她是獨心 她會獨心 各位要知道你知道嗎 連我太太都沒有這個本事 對 我太太也沒這個本事 對 沒錯 害我一輩子不會忘掉她 藍靈 她這個 藍靈 你在哪裡 我告訴你 我就知道一個 在每個男人心中 都有一個藍靈 跟她認識十分鐘 她能夠這樣 猜中我的心 她對每個男人都能這樣 我對她念念不忘 這幾十年來 念念不忘就是這樣 算是一個觀察家 我告訴你 觀察男人 我還真的用 正動用我的關係 去查她現在在哪裡 她現在在台北市一家酒店 當媽媽桑 已經當媽媽桑了 自身了 還是一樣 那麼體貼 那麼能夠猜中男人的心 那轉眼間 她現在大約幾歲了 應該快接近50了 OK的 媽媽桑 只要懂我們的心 幾歲都不是問題 男人要的 你去看一下 我跟你講 趕快去看一下 你不樂趣嗎 你們都誤以為男人 你們都 我買打打你帶我去 瑞德可以帶玉琳哥看一下 很多人都誤以為 男人要 是需要青春的肉體 你們都錯了 沒有 不動我衛生了 你知道成績有 男人要的是 那種談戀愛的感覺對不對 那才可怕 跟我們講說 外面的女朋友 不會比太太漂亮 因為太太是太太 但是女朋友只要溫柔就好了 就是這樣 就是要溫柔 像藍玲這樣子 世間其女子 我想那樣的個性 沒有男人會不愛的 所以我就告訴你就是說 很多女孩子 或是很多的人 他在不同的行業裡面 人家有人家的生存之道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